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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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而堅持 到底 看著你 我不願 再逃避 你的笑容 太不美麗 我難以 呼吸 你是否會說 說你願意 你出現在 我生命裡 難以抗拒 無法開局 我會拼盡 拼盡全局 只沒有你 給我勇氣 勇氣 我願為你 付出我的全部 不願 只想給你 給你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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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這把我們倆扔家裡自己冰床寫屏啊 你要再這樣殺死 咱家可寫不開過了啊 就是啊 你們倆想不想要你們的禮物啊 什麼禮物啊 真嗎 怎麼了 給我了嗎 貝貝是你啊 謝謝姐 怎麼都沒有你呢 這有我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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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姐 那个 你跑一天了 还够累的 我给你捏捏肩满 姐啊 我说你这是疯狂血拼哪 这可是失恋初期症状吧 谁失恋了 我今天就发工资了高兴 我购物怎么了 你说你想不想要你的东西 姐 你怎么上个烫啊 嗯 怎么了 哪有个烫啊 哎呀 发烧了 不是 没有没有 不是没发烧 就点小感冒 你们干嘛大惊小怪的 我回屋睡觉了啊 那 这也是你们的 你们慢慢挑 走了 回屋睡觉去 走 我觉着我姐 这个属于 失恋症状二期 二期 失魂落魄 坐进身体 这俩是发烧啊 分泌是心里无火 哎呀 你别光分析了 云里边病着呢 不是我看看我 你进去看看你 你别看了一会儿 快 姐 姐 你睡了吗姐 睡了 睡 睡了你还能说话呀 那个姐啊 我要不然给展哥说一声 让他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你干嘛招什么 我没生病 我好好地没事 干嘛呀你们 快 回去睡觉 她越这么说 我觉得她心里 越放不下展哥 不好 有点危险 我觉得我姐现在处于 失恋的晚期症状 别卖关子了 什么呀 晚期症状 就是要么终身不嫁不娶 要么 随便找个人家的糟糟了事 姐 姐 你开门咱还是好好聊聊 你在睡行不行 姐 来吧 赶紧把药喝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啊 肯定就是感冒了 怎么回事把自己弄成这样 我就有点头疼 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看看你啊 大白天的不上班 窝在我家 还说没事 谁信啊 我说 你不会是跟那个展望吵架了吧 不是前两天你们俩不是去约会了吗 怎么样 他给你惊喜吗 他给你惊喜没 我连给你发了信你都不理我 没有惊喜 只有惊吓 怎么了 如果我跟你说 他真的就是个修车的 而且能为我做的 就是帮我改装一辆车 你觉得算惊喜吗 不是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他符合你那个十八条标准当中的十二条 而且说他是你仿单上的第一名呢 骗子 都是骗人的 晓妮 我觉得吧 那个十八条不十八条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对你好就行 我觉得其他的不用在乎这么多吧 我知道顾佳妮不同意我的观念 但我坚持了那么多年 我不可能放弃 他不符合标准 我就淘汰他 我呢 我就像得了一场重感冒 我吃点药 过一段时间我就能好 一切都会从头开始 晓妮 我今天心情特别不美丽 你陪我出去逛街吧 逛街 你这个时候还有心情逛街 你什么编的呀你是 我真的有好多好多东西要买 先把药喝了 你看你这样赶紧喝药 好 您好 请问您是填氧妮填下去吗 嗯 我是锦氏送的吉普 很高兴问您服务 这是有人专门问您定制的午餐 清炒败火 神机丹补气 祝您游餐愉快 谢谢啊 祝您早上康复 喂 小念 我在工作室门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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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亮说你身病了 发着烧还要工作 要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看医生 病好了呢 找啊 你给我的这些 不是我想要的 所谓的这些标准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也许对你来说不重要 但它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我想过有品质的生活 也许对你来说不重要 这没有错 我做不到 他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给你多久 一年 两年 五年 还是十年 展望我已经快二十八岁了 我想要在二十八岁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我想过上好的生活 这些你都给不了 我们不要再为难对方了 好吗 以后不要见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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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苏总 晓妮 你身体怎么样了 你怎么知道 昨天预约临时取消 我很意外 特地问了一下 才知道你生病了 实在抱歉 我昨天 别在意 中午我已经让人给你送了工作餐 你身体不好 一定要注意饮食 有什么需求 随时联系我 不是 您 您为什么这么照顾我 这 怎么了 我的话也很好笑吗 这样吧 晚上下班我来接你 咱们一起吃饭 再见 小妮 这是一张医美生活会馆的会员卡 这个会馆是我朋友开的 你尽管去 我帮你挂了号了 每个月只出成一次的名医 去把身体调理一下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女孩 当然不是 这是我的正常生活 我只是想把我的正常生活 跟我的朋友来分享 分享 对 我很欣赏你 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上进心 和一种聪明 让我非常难忘 哪个男人会欣赏 哪个女人身上的聪明跟进去心啊 这的确会让很多男人望而却步 但是我跟她们不一样 所以也愿意接近你 和你分享我的生活 小妮 你别误会 其实我对于物质生活 没有什么偏见的 我反而觉得那些物质女孩 大多是男人造成的 因为她们在穷小子身上 付出了感情 却没有得到幸福的回报 所以才会用物质来量化感情 请向哪儿 你对这点心意 已经把我的齐聚饮食 都给包办了 这是我的荣幸 我很欣赏你 可以说是对你一见钟情 所以 我很希望从今天开始 真正地照顾你的生活齐聚 苏先生 苏先生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慢慢考虑一下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有男朋友 恕我直言 如果你们在一起幸福 他能让你的生活感到满足的话 我今天也约不到你 不是吗 是吗 行了 不说了 咱们先去吃饭 把身体养好了 我有奖励 我以为你把你买菜 Ley 我给你放一张 诊断 這些的 你不能太快 这排位赛拿了好成绩 正式比赛就被掉以轻心了 要是我这次拿了第一 那有没有什么运用啊 你比赛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最近新车一些跑车 你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 没有研究所 如果我拿了第一 我送你一台 王朵拉 你别闹了 秦秦 我没闹 你放心 我又不会让你开车 到时候我就坐你的司机 前三后 二十四小时 贼穿嘴巴 你要去哪儿 我就陪你去哪儿 好不好 好啊 我现在要去厕所 你送我过去 王朵拉 你疯了 你不是跟田晓妮分手了吗 他把你甩了不是吗 你管不着 那要是你还喜欢田晓妮啊 你也管不着 但是我喜欢你 我真想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您继续 展望 展望 你等等我 我为你改变了那么多 而且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比谁都要了解你 比谁都要珍惜你 为什么就不能 给我一次机会呢 你是该为了很多 你现在很棒 但你不是他 我过来自我感到这儿都说了吗 你会让我改变了吗 你会做什么事情吗 我说你为了你 我过来的 你会让我改变了吗 你叫你 我看你 我把你卖了吗 你会让我改变了吗 我呀 你过来自我 你不过来自我 你不过来自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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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